欢迎观看《沿河避难所》首谈也能过的游戏攻略第十一期, 我是狗哥,这是咱们最后一期了,这一期咱们只做三件事。 第一件事,是我们到隐藏商店。 在微笑山庄里面,我们走到这个位置上, 重新把这个设置设置成翻滚与跳跃是同一个空格键。 上次我们回到原始的船上也是用这个方式了, 两个人一起按的时候,再按一个方向键,往前的方向键, 然后就会大跳。 然后还是按这个方向一直往上走,然后不停地按空格, 一直往上飞,注意不要被刚刚的蝙蝠打到, 如果被打到了的话,重新再来一遍就是。 一直飞,飞到这个位置,这就是隐藏商店。 在这停一下,稍微高一点。 然后,空格往前按,再一个冲,你就过来了。 这个需要大家自己尝试一下,我没有办法跟大家说怎么做。 左边的商人是可以买很多装备的,大家可以看一看。 你要是缺什么,想买什么,可以到他这里来买。 当然我就不买了,只是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有东西。 然后旁边有个稻草人, 这稻草人是一个结局,我们点这个摘下头盔。 如果你摘下头盔,那你就结局了。 这里边我给大家展示一下这结局。 你发现了吗,这稻草人其实就是我们。 这个游戏目前有两个结局, 一个是你成为稻草人,一个是你不成为稻草人。 其实就是刚开始稻草人问你的,你是想要存活还是要统治。 存活的话是一条结局,统治是一条结局,这个其实是统治了。 逆爱黄金,心知苦楚。 抛下金灰。 坠入黑暗。 这四句话呢,根据我们每一次选择的信仰不同, 他说出来的话是不同的。 后面的话我会跟大家再看一看。 好,我们看完了那个结局以后,重新回来。 在这里选择这个青懒树叶, 在这直接使用污染这个避纳索。 然后避纳索里面的人就会攻击我们。 你看他就开始攻击我们了。 但是我们这是出不去的,我们需要把他给杀死。 好,我们把他干掉。 把他干掉以后,过一会儿,这开始有护法出来了。 这几个护法人员,我们不要动,让他们把我们杀死。 他们把我们杀死以后,我们会从他们身上得到一个物品, 我们需要拿一下。 这个物品是用我们背叛轿,入轿时所有奉献上去的一个物品。 这个血染令。 血染令在特殊道具里面。 不在这个素材里面,我当时找了一半段没找到。 在特殊素材里面。 在这个重要物品这边。 这个物品是我们进入到背叛轿里面必须用的一个物品。 只有他才能给我们打开背叛轿的大门。 好,我们换上装备。 在这等下,三二一。 好,那些护法的人就来了。 护法的人有两拨,我们把这两拨都干掉。 最好的还是打法师,先把法师干掉。 法师好打。 我们让他一下,让他搬罐血。 其实就是没打好。 再等下,还有。 不要着急,来了。 哎哟,后边有个马。 再挡。 再挡。 好,挡到。 哎哟。 好,连续两个。 顿反,把他顿反掉。 把他清理掉。 把他清理掉了以后,这个必加索就不再有人来了。 这边我们也算完成了。 大家可以选择圣像。 我们选择金黄甲面,再把他放上去。 我们得到一个抹除心脏。 这个抹除心脏是我们背叛教所使用的一个道具。 通过他来进行升级。 也就是说你想使用背叛教的话, 你就是到每一个教所把他给污染了。 污染完了以后, 把这里边的过来护教的人先杀掉, 你就会得到一个。 好,在这里的话,我们重新回到 大湖女巫的那个避难所。 这个 鲜楼湖。 回到这以后,我们去看一下背叛教在哪里。 从右侧出去。 后期的话,我们整个地图都是从这个避难所出去的。 这是一个我们后期的一个起点, 还太黑了这个位置。 从这边一路往上走。 往右走,往右走。 看上去后往右走。 就在这个一个位置。 这个大坑,往下走。 这里边要注意,顺着水流走。 水往哪里流,你就往哪里跳。 走下来就行,不要跳。 因为有的平台很小,走下来就行。 但是走的时候你要注意,大概跳两格,你就要喝口血。 因为你从往上往下跳是掉很大的血的,你别不回血。 你不回血的话,你就跳着跳着,你自己发现你被跳死了。 好,我们再喝一口,别被跳死了。 这是最后一个了。 赶快放滚,赶快放滚了,他也得死掉。 我们把这个血染令给他。 这就是被判掉的人。 你代表你尝试过了,但是失败了,你未能达成终极的背叛。 亵渎曾经庇护你的圣所。 这个游戏里面,即便你把那个圣所的人图进了, 你还是能发现有自己的伙伴。 这个一点不孤单,不管你做什么都不孤单。 这个黑暗教派的话,它最大的特点就是能够学各种暗术。 无论是法术还是信仰,你都是能学到对应的黑暗的法术。 我们再使用骸骨钥匙,我们可以看一下这骸骨钥匙。 这是头骨,债利品,这是我们放上去的圣像用的。 骸骨钥匙。 我们进门以后你会发现, 这里很像脊梁骨,像人的脊梁骨,发现没? 脊椎,好几条。 这里就是我们的避难所了。 这里感觉这个避难所,这个切黑地窖像是在一个巨大的 人体骨架里构建出来的,我是什么感觉的。 我们可以升级也可以不升级, 反正也是最后一次了。 你要是怕自己死亡了,你就把这些东西全都给他升了,花废掉,不要浪费。 因为我们不是法师号,也不是牧师号,只是一个战士号。 所以说我们在这里也不会学习什么法术或者咒术, 大家可以给大家看一看。 黑暗缠绕,暗黑领域,暗黑缠绕。 傲术母气明示,暗黑群魔。 这几个都是背叛教特有的。 随便买了买,手劲买了买。 它是屈服于黑暗之神的命令。 它是火天教的门徒。 咱们叫天火,以前常说的叫天火教,其实就是火天教。 但是没有火也没有天,他就很生气。 于是就逃脱出去了,重新回到了这个黑暗魔法里面。 他认为这个世界只有黑暗,黑暗才是这个世界的一切。 所以说他就投入到黑暗之中。 也就是咱们背叛教的由来。 我们重新回到这个仙罗湖。 这次的话我们就去打。 我们这一期的最后一个boss,也是咱们游戏里的最后一个boss。 无名之神。 我可以给大家玩一下这个水晶球。 水晶球的话,整个教会就变成我们信仰的boss了。 现在的话大家可以看到, 就变成咱们背叛教的一个骨头了。 好,我们大概给他们聊一下。 聊完了我们就直接从右边走。 右边我们已经不止走了一次了。 所以说我就不详细跟大家说了。 结局的话有两个结局,我这两个结局都会做给大家看。 第一个结局的话,其实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了,也是成为稻草人。 但是这次我们用的是背叛教。 他的稻草人的话和我们用听黄教的稻草人的话是不一样的。 然后第二个结局是我们逃出这里。 从水底下逃出,到时候我们可以一起看那个动画。 他们的对话也是不同的,就是给的这个鲜血瓶。 我们要喝一口。 鲜血瓶是被叛教的。 还这里有个宝箱。 这不欺负我不长眼吗? 你这个宝箱就放在这。 我们继续往这边走。 这条路已经很熟了。 至少在我的攻略里面走了三期吧。 至少是走了三次了。 从这里往下走的时候,出门要注意一下,稍微往前跳一跳。 像我的话就死过一次,不小心翻下来了。 直接翻到底了。 这是这一个地方的唯一的一个临时避难所,这个要注意一下。 这个boss的话不难。 我觉得这个最终的无名之神一点不难,但是有个bcm。 它弱什么呢?它弱打击。 然后它的属性抗性是一致的,也就不管它没有什么所谓的 火属性抗性,或者是光属性的抗性,它们都是500,同意的都是一致的。 所以说我们的属性随便上去嘛,附魔武器随便附魔就是了,看着你开心。 这里有一棍儿的盐,这是我们捡到的最大的一个盐。 我们可以看到上面有一个物品说明。 当然这些书名我并没有完全整理出来现在。 到时候我们做完攻略以后就去解析看一看。 我把所有的书名整一整,看这个书到底讲了一个什么故事。 别是制作主瞎写啊,制作主瞎写我就很上火了。 最后整理不出来故事。 再往前走就到BOSS的位置了。 再到BOSS的位置的时候,这里给大家说一下,在这个位置上喝口血掉下来的时候,正好把血补满。 这是唯一一个有BGM的BOSS。 就是打的太快了,一下几下就死了。 我的建议,这一个招式躲,往墙上躲啊,往墙上躲。 你也可以攻击它,你可以打断它的,多打几下你就可以打断它的。 大家像我那种方式躲,就可以躲开这个。 不要用盾挡啊,挡不了,我试过,我拿过我的圣属性最重的盾来躲才躲不了。 刚刚那个招式的话,它会把武器往天上丢,丢完了以后这个武器会落地。 落完地以后的一瞬间,它的武器回到手上,再往后砍一下。 所以说打这个BOSS还是以前BOSS的方式, 不打它正面,只打它背面,要打它的话就打它背面。 哎呀,它还想放,我想了想,不让它放出来了,就一放水打死了。 基本上打这个BOSS,我大概是打了五个重击, 就把它搞掉了,所以说这个BOSS一点不难。 我们看一下这个无名之神的灰烬。 这灰烬上没有任何说明, 就说了一个作为转化材料,我很伤心。 好,那我们继续往前走。 前面这个位置是可以跳下去,跳下去是一个结局, 我们先不跳这个,我们先成为稻草人。 看看稻草人他说什么话。 这个稻草人和我们在前面看的隐藏双剑是一样的。 一个故事。 把这头摘下来,把这个面具戴上去。 哇,他秀啊,无名之神。 又是这么一个动画,从对下面一路往上翻滚。 他这个到哪里了呢? 到了我们最初的海岸的那个线上, 他就要想表示这个道理。 恶毒之心。 和我们刚刚看似的金黄教是不一样的。 钢铁。 缝制。 限制主人。 看不懂这些话。 邪恶意识。 能看个大概的意思,但是看不懂什么意思。 这就是这种游戏莫名其妙的地方。 咱能说的快一点吗? 说的更明白一点吗? 这游戏其实就叫趁野这种方式。 二周目的话,我们直接就从这海里边出来了。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盔甲。 霸主一套。 左脚和右脚刻画一个男人, 右脚刻画一个女人, 表示他们对这个阎民感是很卑贱。 然后手指上有刻着蜡烛, 背后也刻着熄灭的蜡烛。 都象征了他无法获得的一些欲望。 好,那我们把这个剧情看完了。 再看一下这个无名之神的说明。 具有操控时空的强大力量, 但是他会死也会犯错, 被用无止境的贪婪所诅咒。 这就是他的这个说明。 这是我们第一个结局看完了, 我们看第二个结局。 第二个结局的话,我们从井上跳下来。 大家还记得第一个结局的时候, 那些树是往下开的。 然后大家看一下这个结局的树是往上开的。 他就是真的在游泳啊。 不是假的,第一次看的时候, 哇,这是在翱翔天际呢。 后来发现不是翱翔天际, 是翱翔海底。 这个时候我忽然觉得这个人是遭难了, 他们整个人丢到了克拉肯所在的领域, 被海怪给拉下去了。 卢乃统领, 无知雪神, 上方之地, 散播纷争。 好家伙啊。 这个意思就是说你是王, 你到上面帮我杀人吧, 多留点血给我。 那我们这个手残也能过的游戏攻略, 《沿河避难所》就到这里结束了。 我用了一个简单的方式来录制这个游戏, 希望大家跟我一样手残的人能够体会到这个游戏的乐趣。 整个游戏的话我们大概稍微评价一下, 前期的话难度曲线有点大, 经常容易死。 很多方式我们是不清楚的, 但是到了中后期, 我们的武器升级上去了。 然后各种附魔也上去了, 就会发现这个游戏的难度直线往下降, 每个boss的话大概攻击次数也在不超过10下左右吧。 对于那些使用黄金剪刀叫的人是吧, 喝着黄金酒拿着剪刀哗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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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boss三下两下都打死了, 一直在硬直的那些人, 我估计这个游戏的难度会更低。 如果是大家被前面的难度害怕住了, 我建议大家再往下玩一玩。 很多这种游戏的话, 前面的难度曲线都稍微比较高, 因为我们没有技能, 没有防具, 没有对这个游戏的深入理解, 所以导致你这个游戏的难度曲线很高。 总体来说, 这个游戏还是一个比较优秀的游戏了。 大家要是感兴趣的话, 我还是建议你玩一玩, 当然我相信你已经看到这了, 你都已经玩了。 我是谷哥, 那我们以后再见了。 拜拜, 我们下一个游戏再见。